事件声明本期视频并非恰犯 我也没有参加过之前的测试 本期测评完全是我这几天 跟朋友高强度打完之后得到的真实体验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但是就目前我个人的游戏体验来说 虽然其实世界现在在Steam上的评价是褒贬不一 但其实这款游戏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它确实有一些问题 不过总的来说 目前的表现也还算是好玩 首先从玩法上来说 虽然其实世界也宣传自己 是一款末日生存类的游戏 但其实其实世界的玩法 并不是类似于人渣 木法生存 森林这样的生存游戏 而是更类似于辐射76的这种网游RPG 或者说MMO的那种游戏模式 这点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有一些玩家一进来 可能就是奔着那种杀和生存的游戏模式来的 结果发现 这怎么很多机制不一样 玩起来好别扭 垃圾垃圾 但其实这个问题确实不能怪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本身 它就不是那么设计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整体的设计思路 还是网游的那种模式 所以就导致我个人觉得 其实世界其实是有点浪费了 它选择的题材 实话实说 在我当时看到其实世界宣传的时候 我是非常期待的 客戏加一点基金会怪谈味道的感觉 不管是那个雨壳 还是那个巴士 包括那个类井泥头的赛人和探柔灯小怪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也感觉很新颖 很刺激 整体的氛围呢 以及怪物的美术设计 都让我觉得眼前一亮 但当我真正的上手体验之后 我其实呢 还是有一点小小失望的 诚然从实际体验来说 这款游戏确实从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我个人的预期 比如什么冰箱怪 宝箱怪和稻草人 第一次玩的时候 确实被这帮家伙的 偷袭给吓了一跳 还有一些副本和 BOSS战的氛围营造 搞得呢也都挺好 把那种诡异恐怖的感觉 拿捏的都比较到位 尤其是那几个BOSS战 可以出每一个都让我印象深刻 诡异的BOSS造型 搭配上带点史诗感的BGM 并且有一些BOSS的出场动画 确实是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这些呢都是 其实世界上 我觉得做的很不错的地方 但我说的这些 比较有意思的 或者说氛围比较好的 任务和怪物 你在整个游戏前期 能够看到的和玩到的 其实也就那么几个 更多时候 这款游戏给我的体验 就跟玩一个普通的 丧尸生存游戏 没什么区别 大部分小怪的设计 以一些支线的玩法 其实和所谓的怪谈 客戏 基因会啥的这些内容 关系都不太大 重复度呢有点高 主要呢 还是充当一个背景版的设定 没有再更深入的说 基于这个设定 我可以在怪物的机制上 做出什么新的特色 我可以在BOSS战的 对战基础上 再添加一些什么 不一样的变化 当然啊 由于目前官方开放的区域呢 还比较少 也许后面 我说的这些想法和设计 可能在这些高等级区域 和公共试验中 都会进一步的实现吧 但即便抛去 怪物机制的设计以外 游戏里对于玩家的理智 或者说污染系统的开发 也显得比较初级 高的污染值 除了扣除血量上限以外 是不是还可以结合题材 给玩家增加更多的debuff呢 比如说污染越严重 玩家的屏幕也会变得越模糊 甚至呢 还有可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耳边 时不时的吓你一跳 或者污染值在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开启友军伤害的机制 并且你画面里的队友 可能会变成怪物的模型 而怪物呢 可能会变成队友的模型 这样我觉得 都是在结合这个题材的基础上 去做一些感觉更有趣 更有代入感的设计 目前游戏里出现的这些设计和机制 我只能说是无功无过 没什么毛病 就是有点普通了 让我觉得挺可惜的 感觉有点没有利用好 这个很棒的点子和噱头 包括这个收容异常物品 其实和这个幻兽帕鲁的 那个抓帕鲁也挺像的 抓完呢 可以放到自己的基地中 去给自己增加一些生产加成 我并没有觉得 他学帕鲁有什么不好的 相对的 我觉得他们学的呢 还挺好的 异常物的外形设计呢 也都挺有趣 还有一些和自家IP的联动 说实话 还是能看得出是在用心的 但是我想说的呢 还是那句话 这些玩法和内容呢 并没有跟你的题材 产生多大的关联性 感觉其实 就是说 可以让玩家们呢 去做一些特殊的装备 然后下图的时候呢 用这些装备 就能够抓捕那些真正的机变体 抓过来之后呢 通过在他们附近 安装对应的克制物品 可以防止他们收工失效 也许这种玩法 可能能契合游戏自身的题材 并由于整体呢 还是网游的那种设计 所以虽然它的地图很大 但是地图的开放区域 是跟着活动剧本走的 所以在刚开服的这段时间 恶风山 无狼荒原和黑心地带 这几个区域 不管怎么样 玩家都是进不去的 如果你想强行进入 引导会好言好语的 劝逐你回去 但你要还是一意孤行 那就会直接瞬间死亡 这下可不是前面的区域 以后再来探索了 而是投胎之后再来探索了 虽然从游戏类型的设计角度来说 这游戏毕竟是一款 MMO类型的网游嘛 那么这么设计 也许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但这种强制卡玩家 进度的体验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有点难受的 在我现在和朋友 高强度玩了30多个小时以后 现在呢主线不让推进 之前呢又觉得没意思 天天不知道干什么好 只能够刷怪造房子拉电线 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无趣 陷入一个涨草期 还有就是目前 游戏里的武器呢 也确实是有点少 提到武器呢 这里我就再多说两句 虽然这个游戏里的武器 是可以加装各种配件的 但它最后到底好不好用 主要还是看它的品质 和搭配的模组如何 这也是玩家下图打副本 开图挑战更高等级boss的 主要动力 所以还是那句话 这款游戏呢 并不是那种单纯的 纯捡垃圾的生存游戏 从怪物有等级和血条这点 就可以看出来了 但即便是带入这个 需要刷刷刷的设定来说 目前游戏里的武器数量 也还是挺少的 步枪只有两把 多少是有点不够看了 所以后期游戏要怎么更新 去丰富游戏内的武器和防具 我觉得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毕竟官方也是说过 其实世界不卖数值这句话的 除了武器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 那就是目前游戏里的人物配音呢 也不是很完善 我不知道这是我遭遇的bug 还是本来就是这样 主角没有配音是小哑巴 那可能是本地话还没有弄好 这个呢尚且可以理解 但是一些NPC任务 甚至是主要NPC的支线任务 它也没有配音 全程都是两个人 光尬了嘴配墨剧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感觉就有一种 没做完的即时感 并且这些没有配音的剧情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自动播放的情况下 字幕跳得会非常快 你有时候呢 甚至还没有看清楚 它说的是什么 这段字幕呢就跳过去了 虽然改成手动翻页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觉得 多少还是有点抽象吧 其他方面我觉得 其实是也其实弄得还可以 最起码我觉得 是及格线往上的水平 首先游戏的建造系统 应该是学习了辐射76的模式 便学的呢 也挺不错的 除了建造吸附 有时候有点呆以外 别的地方处理的都还挺不错的 有时候呢 就是为了琢磨这个电线 怎么走线 能走得好看一点 就能折腾半天 并且游戏里这个 可以把自己的房子 添加到预设图纸 和随意搬迁的系统 我觉得呢 也挺不错的 方便玩家们随着地图的扩大 而逐步搬迁 不至于说 想换个地方建家 就还得重头算来 这点没得黑 挺好的 并且砍树挖矿 能获得的资源呢 也不算太低 后期点出电锯之后 效率呢 也是成倍增加 所以在资源获取这个方面 压力呢 其实并不算大 还是能够让玩家们 比较轻松的 快速建造和生产物品 并且其实世界 还整合优化了一些 生存游戏里 采矿砍树的系统 不需要斧子搞头来回换 只需要做一件装备 就可以自动采集 也不用一个劲的 对着目标物体使劲点 可以说 已经是尽可能的 去优化了采集系统 所以相对来说 在建造这一块 整个游戏 其实并不是很干 然后就是这个抽奖 和通用证系统 我觉得呢 设计的也还可以 抽奖所需的票 不用课金 完成一些游戏里的任务 或者自己解析防御 就能够获得 免费通用证里呢 也会给 并且给的呢 也不少 不想抽奖呢 还可以通过攒票 去直接换取蓝图 想抽呢 你就抽 不想抽呢 咱就换 除了干一些以外 别的其实也没有 太大的问题 毕竟这个游戏呢 是免费游戏 你又承诺是不卖数值 那盈利模式 除了皮肤通用证以外 也就是各种干度的设计了 所以总的来说 目前游戏刚出 各个方面呢 还没有开始特别完善 但整个游戏 确实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毕竟这套 打坏砍树生存的 沙盒游戏玩法 通过市面上 大量的游戏实验 已经被证明 是一套正确的 确实是不克 因为现在基本就没有 什么实质性的克金点 商城里目前的皮肤质量 多少有点一般 不太能激起我的欲望 至于后面怎么样 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唯一的问题 可能就是缺少一些突破吧 题材很新颖 美术呢也不错 但是模式和玩法 还是那套东西 当时和朋友们玩的时候 我们还说 这感觉做的也行 但就是 怎么还有股手游的那个味道呢 就是感觉有点普通 无功无过 可以玩 也挺好玩 但就是 有点一般 除了美术设计 能经验一下 其他地方实在就 没什么好说的了 如果你喜欢玩 福尔76这种游戏 那么大概率 其实世界呢 你也能够玩得下去 包括我在视频开头 所说的那些内容 也都只是目前游戏里的一些问题 并不能算作什么 特别离谱的喷点 所以如果让我打分的话 那我觉得 7分到8分左右 就是这个游戏 比较真实的评价了 主要还是要看后续的更新 毕竟是网游嘛 所以主要还是要看 运营做的如何 如何平衡PVE武器的属性 PVP模式的反外挂处理 是否迅速 以及最重要的 能否坚持那句 不卖数值的承诺 这些问题 我觉得才是 七日世界玩家 未来最关心的内容 后续呢 我可能还会继续做 有关这款游戏的视频 毕竟游戏里的各种怪物和设定 我觉得呢 还是挺有意思的 也值得我去跟大家 好好地讨论一下 那么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视频 广点关注 欢迎的朋友 推荐一下我的视频 请按下来点赞按钮 速着三连一波 我是王阿桑 咱们下期再见